Hello,今天1月16日,有兩組試集 跟大家看看今天的試集吧 第一組是1200米 大陸區起琴 開閘也算出得很齊 稍微等一等,剛剛堅尼地 後面幸運四區達隆區 現在在後面,尾四就是時時精彩 看看前面,上校 捉住都放在前面,但出來又不想放 裏面保羅成全就過了它 上校第二位,第三位,紫色衣服 紅眼罩,最合拍 出站不算好理落的幸運四區 現在回到第四,第五是崩嶺 貼欄紅運大師 後面避窟,帶著白避窟 就是幸福掌聲 外面達隆區過了它 尾以堅尼地,包座落尾 時時精彩 轉彎一半向著600米斷柱 進發 前面帶頭是保羅成全 二疊二位,上校 外面三疊第三 就是這隻最合拍 中間第四,幸運勝區 紅眼大師 跟著它奔雷,外面拍著它 還有一隻達隆區 貼欄就堅尼地 外面尾以,幸福掌聲 包座落尾,仍是時時精彩 最後300米的時候 哇,在前面保羅成全 好輕鬆的 已經拋掉後面兩三個馬位 幸運勝區開始上一些 上校又不多 裡面紅雲大師也有追 跑到中間紅眼罩 最後拍照 外面奔雷,入面堅尼地 達隆區 幸福掌聲 包座落尾,仍是時時精彩 接近終點 保羅成全 一放到尾 第二 最後拍第三 紅雲大師 外面奔雷,第四 中間紅衣 就是幸運勝區 外面幸福掌聲 現在爆發聲 走上去 藍衣還有達隆區 貼欄堅尼地 尾以,現在輕鬆暴頭 時時精彩 走上去包尾 上校 第一早集 看看時間是多少 因為馬會還沒有記錄 現在是1分10秒93 跟大家再看一次這個集 我先按一下聲音 這早集 贏馬的保羅成全 試得不錯 鬆鬆你們會對的 Ice Point的下線 感覺上來得很厲害 時間偏快 特別按下 留意一下 離地初速的表現 最合拍都幾輕鬆 我會給他8.25 89分 他可以爭分跑打 根本血統上可以跑長一點 G6800都應該可以 看看他會不會走路 我希望他會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好像極無比 這隻可能更厲害 然後 紅雲大師 之前 巴道跑第二 那場 哎呀 都叫救命 16倍落飛落到 但狀態真的來了 82分 現在是有點尷尬 跑三班 就OK 二班就70位置 三班贏得 希望可以先減兩分 8.25 奔雷 要鬆 不是這麼好 8分 勉強 平均沒有優勢 跑不回 102分 很浪 先減一下分 幸運勝區 不覺得很特別 輕輕鬆鬆回來 這個Champions Gallery的兒子 又是馬會未有血統簡介 下線敗 Fusaisi Pagazes 即是零區 來地當然是OK 之前在重化市的集 都一般的 現在是鬆著鬆著 初氣 未夠水準 幸福掌聲 這次馬在外國贏來地 當然厲害 在外面追上來的勢 8分 不給不到8.25 8分水準 最多拖腳 之後那些達龍區 堅尼地 堅尼地 堅尼地鬆下去 一般的 達龍區 好像不差 經常試習都不差 但是真跑不肯走 不知為何 以前是很中心準成的 但現在只是試習試得好 但是真跑不行 很奇怪 勉強8分 拖腳 平均有些浪 我經常都覺得這次馬 比天滿意的 上校斷得快 有少少覺得 他是放得太快 還是自己那麼慢 我不懂說 但是他前轉走勢很洶湧 我勉強都要給8分 因為之前也看到他的狀態很好 但是拖腳 時時精彩全香港最TOP的 1800-2400的馬 最TOP最TOP 8分水準 都是馬膽來的 第二組集 小太陽終於復出了 不知昨天還是前日 因為昨天還是前日 那部集集就被禁止了 1050米 時間1分02秒67 不是很快 一起步 一起步的時候 在中間的嘉珠明俊比較快 外面就是雪霸神區 內蘭就是小太陽 第四位 現在上來第三位 是黃曝必星 什麼以內蘭橙色的好見 就是慈愛欣典 有線分包了六味 頭馬和美馬六七的馬匯左右 嘉珠明俊 現在放了出來 外面第二位 就是黃曝必星 小太陽流得幾順 現在 在內蘭第三位 雪霸神區是第四位 慈愛欣典 嘩 短僵城 看看他怎麼走 看看蝕欣 是否外閃 還是怎樣 很重要 頭側側的 有線分包尾 好了 入直路了 見到嘉珠明俊 泥地厲害的馬 四班 都輕鬆放了出來 漸線一個馬匯左右 黃曝必星在外面鬆著鬆著 看看能否過得到 小太陽 看看會否在兩隻馬之間捐上來 還是不捐呢自己 好了 外面雪霸神區也是鬆著鬆著走 貼了內蘭的 就是比較高分一點的自購馬 好 過終點 都是輕鬆的 嘉珠明俊 小太陽 都是輕鬆的 雪霸神區 在外面也是輕鬆的 黃曝必星 還有 呃 持久欣典 我覺得持久欣典 好些 有錢分就沒什麼看見了 好了 我跟大家講講 嘉珠明俊 這支貨集我會給8分 時間慢 但是 跑中距離 會OK的 位置馬 8分水準 小太陽 我之前講過 我懷疑 他是 因為 看見外蝶 看見外蝶 他不肯走 即是 看見人 他會害怕 他贏馬那次有一點 向入面熟 我有一點懷疑他是不是 怕人 怕外難的人 所以上次我都 挺有信心 他可以再贏 轉彎路程 沒問題 黎地厲害的馬 我覺得這110分都沒見到頂 可以再上 但之後會跑1400 1600 看看他之後進度如何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上一班 應該還有頭馬 好 雪霸神區 這隻自購馬 南非自購馬 在外地 說就說 贏三歲 一級賽兩次 打比又贏過 即是 級數是有的 但健康好 有問題 來香港就已經不停跑 一些群組 今季 坐出的場合 新年那場 1400 都輸得幾軟 我就覺得 初起 勉強給8分水準 因為隨時的腳不同 他肯跑 8分水準 拖腳 王普必勝出 Streetboss的兒子 四歲兒子 暫時我覺得力量還未夠 鬆下去也不是很好 慈愛欣典 我都留意了幾貨集 今次蝕恩 操 不是蘇兆輝 見到這隻馬很順 入直路的時候 都很肯跟馬走 如勢也不錯 這隻馬肯定有班 這87分 不知道馬房會想減分 落到三班才用 還是輸多兩場就用 隨時撐得你的馬 8分水準 我建議拖腳 有淺分 沒有東西給你看 我經常覺得這隻馬評分有少少優勢 他的狀態很有趣 跑完一場之後會走樣 所以我有少許忌 如果跑開就有少許忌 但如果跑Fresh 我覺得他可以做膽 一絕 50分可以做膽 但是Winplay 倒QT 做膽 但是Winplay未必倒 因為經常都過熱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